大家好,每人分享个使用妙招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说到米饭可是我们生活中常吃的主食了 那么很多人自己在家煮出的米饭呀 不是太硬就是太软,总是掌握不好 那今天呢就分享大家煮米饭的小技巧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米饭可是我们主食之一 那么很多朋友说自己煮出来的米饭呀不好吃 那今天呢就分享大家煮米饭的小技巧 只需要多加这三样东西可以让米饭香甜可口哦 第一步我们先来洗米 在煮米饭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就是洗米 我们洗米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反复的搓起大米 这样会将大米上的营养物质搓起掉 其实我们可以顺时针像这样搓一下大米 平时我们洗一到两遍即可 千万不要超过两遍哦 当水像变成这样奶白色 我们就可以将水倒出 第二需要加三样东西 大部分人呀在煮米饭的时候都是什么东西都不加 只加点清水 其实我们可以格外加这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花生油 因为花生油啊可以使大米变得更亮 从而使这个大米香味增加 另外呢就是少许的食盐 加了食盐呢可以让大米啊粒粒晶能提头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白醋 就加一到两滴就可以了 三样东西都加完之后我们加上清水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米饭呀在蒸出来之后呀是没有酸味的 因为白醋加肉后就会随之蒸发 第三点就是水和米的比例了 我们可以将水倒进之后将食指插进水中 水位刚好到食指的第一个关节 千万不要水太多 因为水太多呀米就会变得非常稀 如果大家喜欢硬一点的话也可以少放一点水 最后我们开始蒸米饭了 米饭蒸好打开盖子 香喷喷的米饭呀简直是太香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粒粒晶能剔透 而且不粘连 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米饭是香甜又松软 而且加了白醋之后也可以使米饭不粘锅 希望这个蒸米饭的小技巧帮到大家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煮米饭的技巧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